洛杉矶东区多个华人社团 昨天晚间为加州第55选区众议员张玲玲 举办了竞选第29选区参议员的筹款会 支持她接棒加州参议员夏勒伯 以避免州议会民主党一党独大 筹款会有超过100人出席支持 张玲玲表示 她代表共和党守住该选区席位 可阻止民主党成为加州议会的绝对多数 使共和党继续发挥关键少数的作用 阻止民主党提出的加税案和SCA5修宪案等卷土重来 如果共和党不能守住该席位 未来民主党将以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 在州议会轻易通过任何他们希望的议案 比如说SCA5去年这个是很大的issue 然后就是要为我们的parent争取这个education the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去年11月张玲玲当选加州众议员 在短期内改换跑道难免引起外界的误会 其实她是服从共和党团的征召投入选战 对自己来讲风险不小 如果失利 她只有两年的加州众议员生涯 如果当选 未来也只有八年的任期 低于加州议会设定的众议员和参议员 连任不超过12年的限制 筹款晚会召集人 核桃股学区教委同意指出 张玲玲是共和党的明日之星 和华人女性的从政典范 我认识张玲玲几乎已经超过十年 那我从支持她开始选水区 然后又选我们单分吧的市议员 然后又现在去年呢 又选上我们的州的众议员 那我就非常的欣赏她 因为像我本身也出来替社区服务 那我们做这些事情 其实都是相当辛苦的 那那个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年轻的小女生 说我想要替社区服务 那她也一直在实践这件事情 所以我非常的 有点真的相当的钦佩她 然后刚好她也有这个机会 能够的替大家服务 那所以我就非常全力的支持她 虽然第29选区的共和党选民略占多数 但前尔湾市长江石熙代表民主党阵营 角逐该项职位 目前已得到赵美兴 江俊辉 余舒婷等重量级华裔民主党高官的背书 预期选战将十分激烈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